四象极空 做人要一如既往 因为人终归是要死的 一万年之后 你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一种自然规律 例如 你今天跟他吵架之后 终有一天会跟他和好 那你为什么明天不跟他和好呢 你知道这个结果 为什么不去做呢 我们今天知道 以后是要上天的 为什么不好好修 发什么脾气 有什么毛病不能改正呢 所以学佛后 无我像的人 因为没有自己了 他们已经体会到 无我的境界 不跟别人吵架的人 一定是无我的 别人跟你吵 你心中有佛 而有些人说 无我像 我不跟你吵 实际上 自己回到办公室里去哭 这种人 还不是真正的 无我像 真正无我像的人就是 不管你对我怎么样 我都是笑嘻嘻的 因为我没有自己了 你骂谁 如果你都没有我像 你就会认为 自己这个人 已经不存在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无我像是什么意思 今天你们开会 是大家发言 你不发言 你是不是感觉 自己只是听别人讲 你就很放松 这就是 无我像 我想 今天什么事情 都跟我没关系 今天开什么会 跟我都没关系 我也不会发言 我也不会管 我听都不听 我到会场去睡觉 这是基本概念上的 无我像 今天爸爸跟孩子说 来 我们讨论一点事情 妈妈说 跟我没关系 你们去讨论好了 如果妈妈有像了呢 马上就会想 爸爸跟孩子讨论 是不是讨论我 肯定跟我有关系 好了 妈妈就着像了 无人像的人 会认为 那些与我们自己相关联的人 和事是不存在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无人像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 这些人和事 跟我们都有关系 实际上 这些人和事 都是空的 举个例子 你在马路上吵架的时候 别人都看见你 受冤屈了 你说 大家证明 大家说啊 你看 这个人不讲道理 边上的人说 对呀 他不好 很多人都讲 这叫 人像 过一会儿 警察来了说 来 跟我们到警察局走一趟 所有的人都跑光了 人都散掉了 无人像 只剩下 他一个人了 现在知道了吧 没了 所以人像 也都是空的 都是不存在的 包括宇宙空间 都不存在 这句话 更高深 宇宙空间 包括各星系 各种小行星 各种各样的星系 星球 在宇宙空间中 可能都是不存在的 无受者像 指的是 一个时间过程 从期望长寿 和对时间的需求 叫 无受者像 无受者 因为我已经明白了 这个道理 人的时间 空间 都是有限的 前三者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是空间的无我 就是没有自己 第四个 无受者像 是时间上的无我 受者像 指的是时间 当你有寿命的时候 你还会有我像 当你没有寿命的时候 你就 无我像了 受者像 也指一个人的 取舍分别心 经过长时间 仍坚持执着 长时间 不能解脱 这个时间很长 就是受者像 师父最后总结一下四项 简单地说 第一 不执着于我自己 第二 不执着于他人 我对别人 对我自己 都不要执着 我一定要怎么样 要他人怎么样 他跟我的关系 等等 全部都不执着 第三 不执着于众生 乃至于不执着于生死的一切 这样 你就达到了空的境界 第四 不执着于寿命和时间 你们一听 达到空的境界 境界很高了吧 师父告诉你们 最后 连达到空的境界 都要没有 因为他没有境界了 所以 他才是真的空 很多人说 我在做好事 到了后来 做出来的事情 都不知道 是好事 还是坏事 这个人天天做好事 他习惯了 空掉了 没做什么事 随便做出来的 还是好事 因为意念出来 都是好事 实际上 他就是 悟出了境界 悟出了空地 他在天上 就会正德 无上 正等正觉 有趣的 还没做什么 词 十号 中文字き 我 只会一号 数字 以及 一号 を annoying 我 想 词 有 刚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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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